2020年台積電、三星先後導入先進製程必備的機器 荷蘭ASMO的EUV曝光機 而原先導入EUV進度落後的Intel 也放話預定2025年要率先使用第二代的EUV曝光機 另外因為美國的施壓 中國的中芯 沒辦法順利購入早在2018年訂購的EUV曝光機 到底為什麼各家晶片製程大廠都搶著採購EUV 少了這台機器真的會對先進晶片製程有很大的影響嗎?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即紫外曝光機 在了解台積電為什麼可以成為首家導入EUV曝光機之前 先要來講一下微影製程的五個步驟 首先在細晶圓上塗上光阻跡 這類似於底片相機的感光材料 能夠讓打在上面的光顯示出來 這邊不得不提目前光阻跡的供應來源 以日本和美國為主 佔了市場的九成 2021年更因日本213東北強震 部分晶片廠因此出現斷工危機 所以就算台積電、三星掌握了領先全球的晶片製程技術 也還必須得依賴日本跟美國的光阻跡供應 回到晶片的微影製程 塗完光阻跡之後就可以曝光了 裝上光照 光照上面就是先前運用EDA設計出的機體電路設計圖 當紫外光透過光照形成明暗顯影打在晶圓上 就會形成電路圖影像 值得注意的是台積電之所以能夠領先製程 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的光照捷徑技術 遙遙領先其他晶圓廠 這個技術之所以有利於製程 是因為在奈米級的晶片製造過程 就算有一顆比空氣懸浮粒子PM2.5還小的粒子 掉在晶圓上 對奈米級的晶片來說 這就像是隕石降落一樣 -Incoming! -Oh, boom! -X 再來就是顯影 在曝光之後 依照正負光組的不同屬性 去除電路圖不需要的部分 聽到這邊 如果你有玩底片相機的話 就會覺得曝光、顯影這些詞很耳熟 其實圍影製程跟底片相機一樣 都是使用光學成像原理 利用在均勻介質中 光會呈現直線前進的特性 透過調整透鏡與底片的距離 將101大樓、獅子、大象這些大型的影像 微縮在底片上面 而光照與晶片微縮比例是4比1 微影製程的下一步是10顆 將曝光後沒有光組成的地方10顆下去 而原先留有光組成的地方能阻擋10顆 這才形成電路的結構 經過以上步驟 恭喜你已經科製好一層圖案化晶圓 請繼續加油重複動作50次以上吧 沒錯 一片精密的高階晶片要能夠流暢運作 會需要好幾層工序疊加 所以在製作上 會將這個步驟重複將近50次以上 晶片才會真正完成 而在整個微影製程過程裡面 技術含量最高 最講求精準 最需要先進技術輔助的就是曝光 大家都知道晶片不斷追求效能 晶片從1980年代的5威米 一路進化到現在的5奈米 在這短短的30年裡面 面積就縮小了100萬倍 就是因為微影製程技術不斷升級 才能夠完成這個挑戰 當電路圖的路徑越來越複雜 要刻畫在晶圓上 這些電路的線也需要更細 我們在EDA法案的影片裡也有講到 電晶體雜極長度是影響原件尺寸的因素之一 有興趣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看我們上一支影片 為了要讓電晶體的雜極長度變短 其實就是要調整光打在晶圓上的線寬和周距 這就像畫面的示意圖 通常是用金屬層線與線的周距為參考基準 周距做得越小 線寬也越小 元件萎縮的程度越高 要如何追求最小線寬呢? 讓我們從核心的光學解析度公式開始 其中K1是製程的係數 LONDA是微影使用的光源波長 從一開始的436nm到DUV193nm 而最新的EUV已降到13.5nm Signcita是聚光到成像面的角度 與鏡頭組的規格有關 也就是鏡頭的NA數值孔徑 用相機來比擬 就類似於越大口徑的鏡頭 可以提高解析能力 我們希望半周距越小 在曝光機的迭代改良 最主要就是這兩個關鍵 光源波長和鏡頭的NA數值孔徑 若是能縮小光源的波長 或是提升鏡頭的NA數值孔徑 都能夠有效提升光學的解析度 微影製程一直都是以提高曝光解析度的方向精進的 為了就是想讓打在晶圓上的線寬更小 線越細越好 線和線的距離更小越好 其中一個改善的方法 就是去增加鏡頭的聚光角度 曝光機所使用的鏡頭 比起我們平常使用的相機或望遠鏡 複雜且巨大得多 從90年代一路演進到2005年 透過精確計算後 由大大小小各種厚薄的透鏡 精密堆疊而成 像是這台20奈米製程節點的DUV曝光機 就是一台有很多透鏡組成的鏡頭模組 要用起重機才斑得動 要繼續萎縮? 依照之前提到的光學解析度公式 除了提升數值孔徑NA以外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改變波長 使用更短波長的光源才能夠大幅改進 這就是目前波長193奈米光源的DUV 深紫外光要改進到EUV 極紫外光微影製程的原因 波長只有13.5奈米的EUV 可以帶來更強的能量 畫出更細的線 問題是EUV的光 沒辦法用傳統的玻璃透鏡 怎麼說呢? 極紫外光因為波長短 目前沒有找到有效的材質 能夠作為透鏡 換言之 既有機台所使用的傳統玻璃透鏡 通通不能用 必須將透鏡抽換成反光鏡 這樣的鏡頭組合稱為全反射式光學系統 這種全反射系統必須設計讓光束相互避開 並且相較於透鏡的穿透 鏡面反射的角度必須非常非常非常精準 鏡面上如果有任何不平整或是歪斜 這些些許的誤差都會失之千里 更增加了設計的難度 目前能做出這樣等級的EUV曝光機的 也只有荷蘭的ASMO公司了 所以當ASMO能夠產出EUV的先進機台 各個晶圓廠才會都搶著訂購 不過沒跟上這波EUV曝光機搶購潮的中心 表示自己在2021年用DUV曝光機 多重曝光製程做出了7奈米的晶片 所以晶片製程好像也不一定要用EUV曝光機吧 在前面我們講了很多影響周距的各種因素 而雙重、多重曝光要克服的是 在線寬和周距不變的情況下 重複一次以上的曝光程序 舉個例子來說 當原本製程的極限是120奈米 也就是兩個相同的元件 最近的距離是120奈米的時候 透過三重曝光就可以畫出40奈米的結構 只是工序會變得很複雜 要把整個電路圖拆成三個光照 再來還要分配每一層的圖案是什麼 這就像是換燈片一樣 三片疊起來之後會得到一個完整的電路圖 也不會被周距的極限限制住 2021年中興利用DUV曝光機 加上多重曝光技術完成了7奈米晶片製程 造成業界一片騷動 但其實中興用舊技術完成7奈米製程 不算什麼新鮮事 因為台積電早期也是用193奈米 進入式的DUV多重曝光 完成了7奈米製程 而且可以保持一定的良率和穩定量產 令大家關心的是 中興只花了兩年時間 就從14奈米略過10奈米的節點 直接跳升到7奈米的技術 這個技術爬升之快 簡直可以避美台積電、三星 和Intel等大廠 對於中興是如何掌握這項先進技術 各界有不同的猜測 可能是美國方面的技術出口漏洞 也可能是台積電的技術洩漏 你怎麼看呢? 不過為了追求晶片的品質 其實每家晶圓廠都希望製程能夠單次曝光 就可以完成曝光時刻 多重曝光會讓工序增加 也就會讓晶圓的誤差出現機率增加 晶片的良率會不好控制 工序越多 晶片製作的交期也會變長 這變相讓整個成本都提高了 自然不會吸引客戶來下單 畢竟像台積電和三星已經發展成熟 能夠採用單次曝光EUV技術製程 7奈米的晶片的時候 客戶自然會流向品質比較高的晶圓廠來做代工 在今年9月 Zybex公司公布了最新的微影系統 Zybex Lisa-1 製作出了0.7奈米晶片 這個曝光機製造出來的晶片 主要用於量子電腦 雖然技術大幅領先核商ASMO的EUV 但產量非常低 不可能應付市面上的晶片需求 也就是暫時還無法動搖EUV的地位 今天我們介紹的EUV對製程很重要 但也還只是其中的一環 要做出一張先進晶片 需要輸入由各國所掌握的先進關鍵技術 要有美國的EDA來參與晶片的設計和製程 要有荷蘭的EUV曝光機 要有台灣和韓國的先進製程技術 以及日本或是美國的光阻計 各國掌握關鍵技術的這個局面 互相需要也互相制衡 韓國嘗試生產自己的光阻計 中國則嘗試做出能夠自給自足的EDA 那台灣呢? 你覺得台灣如果想要保持目前的地位 是要專注於提升製程的技術 還是要嘗試發展自己的EDA 光阻計或是其他的關鍵技術呢? 歡迎留言討論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內容 為了讓演算法幫忙推一把 請大家看完按個喜歡 訂閱Pensai飯科學頻道 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飯科學 製作更多你感興趣的主題 就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吧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